身体法夫受制父母,不甘回伤,笑之事也 意思是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赐予的 所以要珍惜爱护他,才符合笑道 对于许多明星或名人来说 这些身体部位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 又或者是具有个人特色的地方 为了承担风险意外 他们会为特定的身体部位投保 欢迎来到脑不及 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些名流的身体部位估价多少钱 第五,麦克弗莱利 麦克弗莱利是一名美国人 他是一位优秀的踢踏舞者 同时也是作家、常敌手编舞者 偶尔也会客串电视主持人 他以音乐剧《大河之舞》、《舞王》 以及《火焰之舞》等作品文明世界 对于舞者来说 腿就像生命一样的重要 作为世界级舞者的弗莱利 腿部的投保价格为4000万美元 第四,大卫贝克汉 贝克汉被称为足球金童 现在已经是退休足球员 过去在球场上以黄金右脚组成 基本功扎实、擅长长船 精准的任意球让他职业生来表现十分亮眼 贝克汉的外貌也很出色 因此也当过模特带颜双品 不过对于球员来说 他的双腿才是最重要的 身价不凡的他 从腿部到脚趾投保为7000万美金 第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杜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杜 简称C罗 是一位葡萄牙籍足球员 不论在力量、射门、空中优势 关键战能力等各方面都表现优异 一生得奖无数 创下各种惊人记录 被许多人评价为最佳的球员 在2009年时 以破纪录的天价 加盟皇家马德里 成为当时最高身价的球员 他的腿过去负上过 投保了1亿4400万美元 第二,珍妮佛·罗佩兹 珍妮佛·罗佩兹是一位美国歌手 持曲家舞者及演员 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和公司 今年50岁的她身材依旧保养得已 她在演艺事业中最为出名的 就是密屯般的翘屯 为了保持良好体态 她持续锻炼运动 也曾在自己的IG上秀过健身影片 让人十分佩服她的毅力 为了以防万一 她为自己的电屯投保了3亿美元 第一,玛利亚·凯利 玛利亚·凯利是一位美国歌手 歌声可以跨越5个8度 以转音及海豚音等华丽唱强组成 在全球创下2亿张唱片的惊人销量 一生获奖无数 也是拥有最多空降冠军歌曲的歌手 不过你知道吗 她全身上下获得重金投保的位置 其实是她的腿 为什么是这个部位呢 因为知名除毛刀厂商吉列 曾经选她为美腿女神 而为此砸下10亿美元的添加 你们认为自己的身体部位值多少钱呢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